運輸及房屋局局長陳凡在網誌中表示 去年行政長官將過渡性房屋單位的目標提升至1.5萬個 已力得足夠提供約1.4萬個過渡性房屋單位的土地 多個項目會在甘明兩年陸續員工入伙 包括土瓜環送王台道、葵涌葉城街、前荃灣信義學校等項目 陳凡指多個項目在過去數月相繼動工 其中深水埗陰州街及長沙環櫻華街 兩個位於政府用地的項目 都會採用組裝合成建築法興建 以加快工程進步 而至於元朗東頭童心村及錦田江校圍項目 已獲得屋與處批出建築圖質 合共提供約3,800個單禮